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常聚焦 1月10号 我们现在看到是福克斯新闻的娱乐的节目 今天上午呢 刚刚今天上午呢 所有新闻盯在一个叫Bob的人身上 好莱坞的明星 他大概是做那种脱口秀的 就是那种讲故事 起码我个人不是很熟 但是呢 我听新闻里面 几乎所有新闻都在报 他是好莱坞很有名的人物 那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 在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大概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吧 太多的好莱坞的名人死了 太多好莱坞名人死了 那为什么死去 能不能有人去探讨 有人是病了 有人是 你看到这些都是死去 有人是病了 有人是 我打算年龄大了 就是怎么样都可以 这是在此之前死的一个人 叫Tini 可能我们看好莱坞电影很多呢 大家会看到这个男人 另外一个人叫怀特 是个99岁老人 是个白人 这是怀特 99岁的老人 他是美国好莱坞很有名的 一个喜剧的明星 一个喜剧的明星 这是他们几个是连续死的 这位女士是12月31号死的 离她生日没有多天 刚才那个黑人呢 大概是两天前死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 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那我相信福克斯 这么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他也意识到 就是死的人太多了 另外一个那叫老虎王 死的人太多太密了 都是好莱坞在自己的专业章当中 在自己的这个节目当中吧 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出 结果今天又死一个 所以在今天又死一个的时候呢 好莱坞就去 对不起 福克斯的就报这么个概念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这是另外一个乡村歌手 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以为好莱坞的文化 以不同的方式将会消失 真的将会消失 它就完全是一种 终结衰败的标志 这样的人呢 这种终结衰败呢 是不可抗拒的 是不可抗拒的 感谢观看